这是一盆盆栽的艾草 这是我在5月份种的 现在已经过了两三个月了 已经长得很高了 可以把它移到室内 放到窗台有阳光的地方 把它当做绿色的盆景 我在5月初的时候 就在外面的路边拔了一些小盖草回来 然后找这个比较大的盆子 泥土我会先打湿 这样种植起来 它就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一点 对 我会先打湿 中完以后就把泥土压紧 然后到第二天它就长好了 在艾草的时候 然后就在顶部弄牙部分把它插断 或者用剪刀把它剪断就行了 然后呢在旁边的叶子旁边 新的牙它会再长出来 如果你想到冬天的时候都有艾草吃 最好到十月份的时候就把它移到室内 室内的温度比较适合艾草生长 这样呢到冬天的时候或者明年下一年的春天的时候 不可以有新鲜的海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